丁真好可爱 现在还有点一脸茫然的感觉 他特别的谦逊低调 刚才红毯签字的时候说 据说他的名字是签的最小的一个 大家都说丁真是一个宝藏男孩 宝藏男孩他不仅因为他帅 因为他可爱 最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家乡旅游代言 更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参加了很多的扶贫行动 把自己的关注度化成力量 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 而且他有很多的粉丝 据说这两天有很多上海的赛马王妃 都特别的激动 抱歉他这回只能带走一个 在那么多朋友当中 有一位其实就坐在我们的台下 之前还在微博上喊过话 要不我们先看看那个微博吧 好的 这谁呢 哎呦紫涛黄紫涛 今天紫涛也在台下吧 紫涛跟丁真有什么样的渊源 我们请他自己上来好不好 来紫涛 这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就面对面的见面对不对 相互认识已经很久了 对 这叫你知道年轻人管这叫什么吗 什么 这叫奔现 网友奔现 我们今天一起来围观这个奔现 网友奔现 两位既然一起走到舞台上 我们就先请两位各自打个招呼 来 真的是第一次见面 来丁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谢谢大家的关注汉语很有进步哈 紫涛 你也用普通话吗 你用藏语可以吗 我不会藏语 大家好 我是黄紫涛 那你要跟丁真打个招呼 对 我们是来围观奔现的 你们俩怎么 本来我 我是想带着我做了一个综艺去他的家乡 是 然后没想到今天怎么突如其来的 他就站在我的面前 嗯 然后什么感觉 突如其来的站在你的面前 什么感觉 很帅 很帅 啊 其实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就是在丁真的家乡 就是他们管特别帅的人都会说你长得好像黄子涛 我看你好像黄子涛 在他们眼里全世界最帅的男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黄子涛 一个就是丁真 丁真哥哥帅不帅 帅 见到哥哥高不高兴 高兴 嗯 有没有给哥哥准备什么特别的礼物 比如说能不能教哥哥跳一段藏族舞 先好像有食物呢 嗯 你是不是有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子涛 嗯 有 有啊 在哪里 我属于有一个戒指 有一个戒指 嗯 希望哥哥能喜欢 要给子涛哥哥送一个戒指 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就是围观奔现的好处 你知道吧 哇我们能不能请导播老师给个敬仅 对这应该 这个我们请丁真来帮你带上吧 带哪一个对吧 丁真你来帮 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不敢看 我真的好像那种围观群众 哎你来帮你来帮 带哪个 哦带这个 来你这样子吧 丁真你帮他 就代表着藏族同胞的一份礼遇 哦好漂亮 一份热情 真的 但是我们这个 但是我们这个藏族 还有一个习俗 就他们很好客 他们会以舞来代客 那这样子好不好 两位都是非常能跳舞的人 我们先请丁真 教子涛几个藏族舞的动作 子涛能学一下吗 丁真可以吗 教他一些藏族舞的动作 好来来舞台留给你 来 丁真一副迷地的眼神 看着子涛 他好羞涩 好那接下来请子涛 给我们来一遍好不好 来子涛来 这这种舞蹈 台面上没办法跳 就私下到时候我们在 他自己跳不好是不是 简单的跟他做几个动作 对 我们一起做几个动作 三 二 一 走 好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一定要上手机了 是的 兄弟们之间要有个合影 同框 好不好 最主要是要发微博 奔现一定要拍照 也希望子涛有机会 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去丁真的家乡 去骑一骑他的马 小珍珠 你骑马最好 但是我有点担心珍珠的安全 好不好 也希望未来可气 两个人为家乡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记得发微博 刚才那个合影好不好 很多人很期待你们俩的合影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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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谢谢 哎呀 我这个老母亲的心啊 我看见两位帅哥分